这张照片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应该是拿在新疆的更衣室 拿完那个MVP的时候 当时的照片 拿完MVP 哭了 这是幸福的类似 对 因为从青年队的时候 我就会跟别人较劲 朱 杜芳你们都进过阿队了 我为什么进不去 朱和老杜都拿了总经赛MVP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行 当机会来到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抓住 我要拿到属于我自己的MVP 就像杨老师说的 我的身体条件 真的是不是占特别的优势 但是我就是决心 我就是要跟任何人交集 别人越说你不行的时候 我就越说我行 我记得特性从我打比较竞赛的时候 大方你这个身高以后 在瓜队 估计很难有这个位置 我依然到现在为止 我还记得那句话 我当时没有因为这句话 去沉沦自己 我没有去否定自己 你是特别感性的 我的人生词典里边没有放弃 只有说是我跟你干 你把我干倒了 但是我没有说是我不干 我放弃了 所以幸福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 而四年前在北京 然后这一次在马尼拉 的眼泪是给中国篮球 是给那些你认为 他们没那么较劲的运动员流 应该是吧 嘿 杨老师 坏了 给你买的冰锅已经吃了 一会再补过一根 一会再补过一根 回来半个月了 缓过来了吗 本来没缓过来 见了你就好了 感觉生活还得继续 还能聊出开心的事来 说明我们是成熟了 还是现实了 麻木 是懂得放下来 有道理 一眨眼 这也十多年了 是吧 小朋友 这也成了广州的重要的城市标志 中轴线 然后你看这河道 当时开幕式的表演节目 就是船一个一个走 所以你们参加开幕式 是坐着船来的吗 我们那年是没有参加开幕式 我们第二天马上有比赛 你跟我们一样 也是看着电视 一会 13年了 这边变化大吗 以前没有这些 全是大平房子 你想想 这个渔民的都在船上 没有家都都在船上 卖这个香蕉 炒粉 都是那种小推车 就一个小桥 从那里过来 往后晚上就把门一关 你在岛上就出不来了 不让你们出来了 不让出来了 那怎么跑出来玩 从那边住个小船 到这边上岸 因为这是一个十多路口 以前这门口全都是卖宵夜 炒个粉呢 乱七八糟的 以前炒个粉一块钱 坐船十块钱 这些都是这些文物了 我在的时候 就是这个 就这个牌匾的一些楼 为什么会来广东 你的选择是别人的选择 97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初二 青年队之前 我先去去了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上学 走上去这条路呢 还是想打职业这条路 我爸当时就问了我 后来我就说打职业吧 你说想打职业 我说想打职业 然后就我们就是当时 上海也不想放我们走 我们连早上买的机票 就像我们 比较像马利拉 逃到广东 逃到广东来了 然后当时后来 我就问了我爸 我说我那么小 十几岁 你为什么问我 让我选择 我爸当时就是说 这个作为父亲来说 你不知道 我不敢去选择这个东西 我如果选择对了 现在没问题 如果我选择错误了 谁敢去担任这个责任呢 当时没有人去商量 来点孤单 我从来了二老开始 就没有想过家 我要靠我一己之力 我改变王家的历史 我干不出来 我就不回去了 小伙子真带劲啊 大鹏 那时候十五岁 刚刚初中的一个孩子 你爸爸肯定特别开心 我爸抽烟 我妈不抽烟 我妈从我走的时候 愁的听见到家里 跟我爸没事也鼓两个人 我妈就是说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抽烟 跟我说 后来跟我说 那烟都掉到那个枕筋上 都着火了 就愁的 就不知道 我又不打电话 又不汇报 什么我那些什么过年 大年三十自己过贫雪 床躺了两个星期 我都没跟家里说 都不告 你三十干嘛呢 自己一人干嘛 去球场训练了 自己一人练球了 投篮去了 投了一晚上 投了 对 投了一晚上 回来煮个饺子 就过年了 过生日 然后去扫船 不让出来 花了十块钱 到这买了一盒草粉 回去了 草粉广东 过生日 15岁 这个镜头 让我想起多年以前 去东莞 去你们家 那是06年 市井赛回来的时候 你妈接你的时候 说呀 我儿回来了 我儿是英雄 那句话 我到现在接 我爷爷 就是这个 康认证 后来参加了 康美源潮 爷爷是老兵 对 老兵 腿当时 他们源潮打断了 当他迷你自己 离开我们的时候 就依然跟我嘱咐 吹着冲锋的号角 要保家为我 从小就是这样 从小要当一个战士 当一个战士 也就是要 当一个战场上的英雄 我依然到现在为止 记着我当时 收到我第一件国服的时候 当时拿到大名单 打完斯坦克维棋 能够进大名单 去打安静赛的时候 05年 我拿到那件球衣的时候 正版球衣的时候 有国旗的时候 确实是不太敢相信 摸了好久不敢相信 哭了没 那个时候没有 一直在看这件球衣 终于梦想成人可以 保家卫国 卫国争光了 这个儿时的梦想 终于要实现了 这是广州亚运会的运动员证件 运动员证件 是吧 运动员证件 你说还是长发飘飘 亚运会真的要感谢直哥 亚运会有个小插曲 我们差点比赛都没打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吧 这个是肯定没人知道 我们打韩国队之前 决赛 决赛 球衣穿错了 球衣穿错 我们以为是主场 就穿的白色 但是赛会制比赛 是按照赛程排的 没有说是你中国队决一定是主场 我们应该穿红色 当时准备活动的时候 在副馆准备活动的时候 大致一看 韩国队裤衩是白的 大致就反应过来了 说是一个老队员的经验 就从这方面体现出来 观察细节 大致就提醒我们领队 我们穿白的 航空队裏上面也穿白的 是不是穿错了 谁穿错了 当时一查这一事 我们穿错了 好家伙 赶紧飞车 飞车到压营村 然后拿着衣服 前一天打完第二天都没洗 我结果一上去之后 是12个人味儿的 是味儿的 就懵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还好大致提醒了 有经验 有经验 要不然那时比赛 过了二分钟 你就弃拳了 其实这块金牌 大致给我拿过 我颠过 就这块金牌特别重 那时候是主力主打 拿到这个金牌 真真切切的 能够感觉到 这个洋艺会的 这个金牌的意义 只要是国服穿在身上了 就从来没有过赶而戏的 这个时候 我打球 当职业球员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 我这个球投不进 会怎么样 当我退役了这么多年 我再回想 我如果那个球投不进 怎么办 那就真的是出事了 所以就是说 一朗内球 对不对 一朗内球 真的 现在年轻的时候 也许不会想到这些 但是现在的时候 就会想起来 如果用一个词 去定义你的职业生涯 你会用什么 我的职业生涯 这是谁 零炕是谁 是华仔 是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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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是赵锐 烫一下 烫一下 那我来之后 你再放到这个姜油 闷上来了 咱们吃的文明点 以前吃的不文明点 就这一盘就是一碗 一盘一碗 一盘一碗 几盘一碗 就下去就差不多了 我和朱当时 刚进瓜队的时候 老游要给我们改打法 要跑起来偷 以前我们的第二童 跑起来偷 我当时是 100公斤进的瓜队 那时候老游让我们进减肥组 我和我们那个时候 和朱训练的时候 都带着这个卖表 老游就感觉 你要卖表 就没达到这个 这个心跳值的话 你就是出了 就每天那么监控 我那时候和朱一个房间 周末休息的时候 我俩就买全麦面包 早晨两天 下午两天 就是一天的东西 我三个月 从100公斤捡到了85 那个时候 我记得特性 我们的体能教练是姚明的法尔松 法尔松 我就相当于 那个时候就像他的实验体 见谁了就把我衣服撸起来 看看这个三个月 我给他弄的 他就跟老游说了一句 我又接特性 这个男人有种 把他就要订名单了 105年 按下打理班的 上面唱打理班的 我们还落后了 都低着头 就我自己一个人是在后边 做准备活动 高抬腿 就一直站在看做准备活动 然后老游一回头 就我一直盯着老游 我要给你个特性信号 我要上场 我准备好了 我就一直在后面 做准备活动 老游一看我 我就看着他 老游说往上 我就直接上去了 第一个三分 我就给撇了 撇出去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这球怎么扔出去 那时候手紧张的 真的是都不行了 就像阿联说 他第一年大牙界 我手上滑都突然 我也是一样 但是我就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就把这球就扔出去 就把该头的球都拖进了 那个开始 一点点进入到正常轮转 然后打完比赛之后 到海边 到海边之后 老头给我买了一个小冰淇淋 你要我减肥到现在位置 我已经快两年 没吃到甜的种 就是说我给你个奖励 好家伙 那个时候是两年 就是说 第一次吃冰淇淋 甜 吃了一半就不吃了 吃了一半 然后老游就说 后来就开玩笑说 我怎么感觉 我好久没有骂你了 难道你真的进步了吗 哈哈哈哈 多久没来这儿 好多年了 我记忆当中 你们这一代光辉岁月的球 都在这儿 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这周边什么都没有 这看台啊特别的陡 我感觉比北京五个松体育馆还陡 上来之后 一往下看 下面这座球馆 固着红地毯 篮筐都已经拿走 就像你们那代的广东公园一样 已经走进历史 但是当你坐在这个看台上 坐在这么高的地方 往下看一遍 你会先想起什么 第一感觉就是能够想到当时所有人的那还是 那还是 就在耳边 就在耳边 就感觉像昨天一样 刚才这一句话就把我拉到了这个非常感受的那一个点里边 这么多年第一次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看这个球馆 虽然下面都是红地毯 但是我仿佛依然能够看到我们当时五个人在场上跑来跑去 跟对手大战五百回合 这个馆应该是东莞老一代球迷心中的这个篮球胜利 就是那个时代也是广东宏远连续称霸的时代 你还记得你是哪年打赏独立的 04年就基本上打球了开始 过签之后 回来之后就觉得行了 不练习了 厉害了 因为 以前我已经成了 对 04年那一年猪欧杜峰他们都去挂队了 我回来一恍惚 哎呦不行 好哥们都进去了 我还没进 从电视上看他们打牙锦王游会开始 就觉得 本来我们都是一批的大牙锦赛 为什么同年龄的这些孩子都进挂队了 我还没进去 我就从那一天开始 没有人跟你说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没有人跟我说 就是刹那之间 那一年联赛开始就打上主意了 这算顿悟 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挺难的 因为没有外力 没有人抓着你 没有人逼你 然后突然自己把这个事想明白了 我要上一队 你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一两次集训队 我记得总是在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 是吧 好像那个位置 招不保夕 集训队这个位置很多人 二三位很多人 我把谁打掉 我胜过谁 我就能在这个位置上留下来 我的目标就是张锦聪 那个时候是全国最好的外线防守球员了 张锦聪 当然 拼命三郎 我就敢跟你干 有意思 打得浑身遍体鳞伤 但是确实过瘾 我会在每一步清晰地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或者一个假想敌的人 你是这种人 我就是这种人 我那二号位的位置上来已经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了 后期就是我们就找外援 找外援 我记得是发了一条微博是不是 要干就干第一外援 昆西杜比赛成规赛拿过一场75分 总决赛第一场就在这个场地上 53 昆西杜比赛我们组场把组场打进了 我觉得不行 这是我们的地 我来主动请英文的时候 昆西杜比第二场比赛的上半场 得了很多分 进了很多球 下半场他突然熄火 怎么限制 他手里不能有球 他一打上台我就夹击 夹击让他把球出去 给别人处理球 今年世界杯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个东西 当遇到一个人手感特别好 其实就应该去夹击 不给他接球 他确实跟克拉克森很像 他们的身材 整个身形 是吧 打法 强烈的一个笑容 不要再说 不要再提这个上线事了 如果夹击攒不住呢 就只能跟你拼命 咱就说的话 就说得操得 夹击攒不住就让他打下来 不管去到哪的时候 你都要跟他上身体 打到第三第四场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有点不太感进去 他害怕 比赛就是这样 在防守这一端不停地缠 他在进攻的时候 还能疯狂得分 小话 不能让他把所有的体能都留在进攻了 我白就杀红眼了 体能的现在来看是非常好 我们那个时候体能好 所以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训练队的技术 从小的时候 要让孩子去跑 把这个肺功能跑过来 我肚风猪的时候 我们都不怕跑 第二个就是 当一个人进入到那种忘国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时候太对我想到我会累 精神意志确实是可以激发出来的 可以让人去忘掉一些伤病 疼痛 你眼睛里只有战斗 只有冲锋 在马尼拉的时候 有一场菜后总结 你讲 你说无论是中国品牌也好 还是中国运动员也好 和国外顶尖的品牌 或者顶尖的运动员之间的这种竞争 就是能促进它的成长 促进它的竞争历史 这个先决条件是先进来 后决条件我觉得是 我刚刚要学习你 我还要赶超你 你其实你坐在场上 我那些球投出去 我不知道怎么能进 但是冥冥之中 就是我赶跟他干的时候 这个球 我觉得上天就会眷顾这种 去努力的人 去有决心的人 我们把所有的外页都放开了 这个四截八人次也好 国内球员敢不敢去跟他干 即便是四截八人次 影响了国内运动员拿球的机会 造成国内运动员 没有处理球的人 都剩下防守和投三分了 起码我对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是防都是一些高定间的外员 这么厉害的我都见过了 在出去比赛的时候 我就不会感觉很惊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防你的时候 我会从你身上学习到 你进入的一些特点 我防了昆西之后 我就知道 克拉克森那种人应该怎么防 你一个人防不住之后 你全都应该怎么防 经历过这些东西 就不会像我们这次 就是被人连续投傻了 最后克拉克森 从后场运球到前场 都没人防了都 对吧 起码这个东西 这是我觉得是可以学的 你职业生涯最著名的两次绝杀球 一次绝杀斯洛文尼亚 一次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 半决赛上绝杀伊朗那个球 打斯洛文尼亚那一场 你在那个球之前是没有进球的 通常来说在这场比赛里边 一个没有投进任何球运动员 是不会来执行最后一投的 当然因为最后一球 没有时间布置了 但是从运动员的信心 从运动员自我认知来说 绝大多数运动员觉得 我今天还一个球都没投进 最后这个球 可能就会做不同的选择 你在接球的那一刻 你就确定那就是我的 球到我手里的时候 我就心想机会可算来了 我谁也不给 我就往里整了就 今儿就是今儿了 王翠鵬出手 球见了 球见了 王翠鵬击发了斯洛文尼亚 中国队出现了 王翠鵬投救了中国队 中国队78比77 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说实话 我在梦里梦到我无数次这种 单其旧 我梦到过好多次 所以这个球到我手里的时候了 我眼里只有篮圈 要去敢干 要去敢想 你才能够有敢不敢的结果 今天这个球投进 投不进都属于我的时刻 布雷德克上来风里的时候 大手跳起来 你看那天狂吗 他手举起来的时候 我是有点看不见 看不见 但是我就知道 那个就是我的目标 他就像我人生当中的 一个灯塔一样 我就知道他在目标 我就要去哪里 我就想拿到我自己的东西 我就要走这条路 我就要去哪里 我就把球跑过来 王翠鵬的手 碰到主席的时候 陈先生说了 他有一年 他是去了扎宝路 他去了 然后站在这里 学我从后上运到三分线投 他说我投了七个才投进 那是不是懵的 他跟我说了 我说这个 我觉得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因为你要说这个球百分之百进 那谁都不敢说 当然有余 自助者天助之 人生道路当中 当你有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 第三条路 第四条路 给你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很犹豫 这个划上一条道的时候 你奔向目标 就这一条路的时候 也许你就会下了界限 那如果我换一个说法 如果那球没投进 王室鹏还是王室鹏 我觉得没投进没有关系 我既然敢去投的话 我觉得这个球如果再给我 我还追 我还忍 平常我看你的 说的这些东西 有一次你说到我的时候 就说我这种身体天赋 我觉得能打到 国家队这种级别 就是我的努力 我这个条件最多就到这了 我不怕输了 我不像你们其他的有天赋的球员 我投不进之后 我应该怎么办 输不起 最差就这么着了 还能比这更差吗 我也许拽出去之后 就改变人生了 我拽不出去之后 我也许就是个国家队的边缘了 我为什么不去拼呢 为什么不去赌一把呢 那个球改变了 改变了人生 确实是改变了我 那一届比赛 是我统合窗户者的一届比赛 从那届比赛之后 我知道了 世界篮球应该怎么打 这番话更像是一个 一个投手 一个投手在讲述自己的心境 绝杀斯洛文尼亚之后 在广州半决赛 绝杀伊朗的那一球 那一球我印象也很深 因为球在左侧45度 当时比分打平 最后一共24秒 都在中国队这一边 我看你接球那个动势 我就知道你要拽了 是吧 因为最后一球 中国队可以拿住的嘛 对方没时间了 我进就赢 不进咱加十嘛 和斯洛文尼亚那个又不一样 斯洛文尼亚那个反正 最后五秒 没有时间再操作了 我就拽了 拽不进 大家就说 王志鹏这个球 起码从选择上没问题 但是打伊朗那个球 如果说拽不进 这球也拽 如果你拽不进 伊朗怕过去一个反击 打进了 可能那场比赛就输了 当时那个球是 不不不 yes 那个球过来的时候 那就是投手的信心 对 一场比赛到后期的时候 已经就打得特别疯了 手感就特别热了 我当时的信心就是这样 我看时间 还多久 十几秒钟 十几秒 我就说 越来在那运球 我破了半场 之后我就准手 越来只要把这球斩溜 我就感受 68米65 还有13秒钟 就不容易 扔了我就感受 好久了 真的 信任 这就是情 对 这就是自信 这就是理成的原因 对 球投出去 不是教练的人 投出去的 不是球迷投出去 也不是我们几天后的投出去 是球员投出去的 那个时候 只有球员觉得 是最好的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手已经投得很热的时候了 什么机会 都是机会 卡拉克那几个都是好机会的 讨厌 如果用一个词 去定义你的这些 神奇吧